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蜂鳴器的部分 老師剛剛已經知道我們板子後面有一個蜂鳴器 但是不好意思 蜂鳴器那麼小 所以你知道 一定會比較小聲 沒辦法 所以如果待會你怕聽不到的話 你可以先用模擬器 先用模擬器看一下 那麼我們傳統的當然 蜂鳴器就分有源跟無源 這上面的當然就是無源的 就是無源的 只是它沒有長得像這麼誇張 那它的這個聲音的 部分其實有分兩個 來老師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積木裡面 你看它關於聲音的部分 一個叫語音跟音效 一個是音樂跟聲音 有沒有發現 語音跟音效這個部分 是用在哪裡 用在我們的那個 除了語音辨識以外 還有就是用電腦播出來 這個不管模擬器或是那個都一樣 就這個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從電腦播出來的聲音 然後呢如果你是下面這裡的 這個 音樂跟聲音就是透過 內建的喇叭播出來 所以兩個稍微分辨一下 那麼我們現在呢先 做的是這個 就是 下面 音樂的 好那我把 這個檔開 對的 在我簡報裡面的話 跟老師說明一下 如果你想要看到我這個範例檔 有沒有 右手邊有這個 點下去 這個圖點下去就可以看到了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一個連結 不好意思我偷偷放在那裡 所以你只要看到右上角這個圖 我的範例就寫在裡面 好這樣 直接點開 怎麼覺得 點起來都怪怪的 點不太到 不太想在我點 喂 糟糕 糟糕 他不太想在我點 好小心 這樣 點一下 挖 怎麼辦 點不到 挖什麼 還有了 那聲音的部分其實 跟我們之前 還蠻像的 你看 我這邊是搭配 我就直接把我管理打開 來搭配 一起講 這邊我只用按鈕 不管你是透過 WiFi 還是透過模擬器 我先透過 模擬器的方式 你可以選擇 我就直接 我搭配怪獸 直接 它裡面呢 也有內建的一些 我們的 音樂 所以 可以直接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在設定的時候 其實 歷史 他還有一個 就是在這邊 他在選那個 音階的時候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直接就 歷史的 一個清單 但是這樣子 是鋼琴鍵盤的 而且你滑過去有沒有發現就有聲音 所以這是 改變 這樣可以馬上 如果他看不懂 至少可以稍微去聽一下 也可以清楚知道 好那開直這個就沒有問題 所以其他的都一樣 所以呢 我們先 執行看看 我用模擬器 執行一下 好當我按下 鍵盤A 下面這裡是有個互動的 資訊跑出來 對不對 就是我們怪狀按 你看 好 然後我按下B 這個我重複兩次 有沒有在這裡 我重複兩次 但是中間是不是等待一下 所以等待的 最主要就是 還是老師注意一下 等待的這個機幕位置 不一樣 然後A、B 如果你要A、B兩個一起按 你看我們模擬器 下面這裡有沒有一個 紅色的 A、B一起按的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 按下去試試看 好 所以 在這邊他把 這個 發出聲音的 這個部分呢 也變得比較簡化 變得比較簡化 所以您可以實際上拿那個板子 稍微聽看看 真的會比較小聲 但是您可以用看看 那如果你對聲音的部分 想做更多的琢磨的話 歡迎參考我的這個範例 我也比較認真 因為想說 這個 Bit我就沒有做那麼多了 因為那個好長喔 哈哈 因為webdenal 在blocking這一塊 它有個好處是說 應該不是這個版本 應該是下一個版本 網頁版 另外一個比較長一點的 我好像 放錯了 因為還有別的 有那個比較長的 比較坑南的 那些 我放在裡面 因為 用這種 現在用這種方式的缺點就是 音符很多的時候 漏漏等 沒辦法收起來 所以可能要花比較多時間 去 慢慢一個一個敲進去 好 所以這樣老師對 他的所謂的 音樂跟聲音這個部分 還OK吧 記得就是分成兩個 那如果你要語音的 就從這邊 弄出來就好 所以 這個 比較沒有關係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這邊 語音朗讀的部分 在簡報的41頁 簡報的41 語音朗讀 語音朗讀的部分呢 您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左手邊 它的語音跟音效 那如果您曾經用過 Webdenal之前的 其實使用方式就一樣 他的語音朗讀跟語音辨識是放在一起 老師有沒有發現 語音朗讀跟語音辨識 好 那 在這裡 他把這個 語音朗讀的部分 其實就簡化 來你看喔 如果 在這邊 這裡 我把它丟一個進來 先簡單看一下 好 這裡我就先不要遠奏 我先把它拿掉 好 語音朗讀 以前 它還有一些音調 現在都是都做在一起 以前是分成兩個積木來用 現在都做在一起 但是 這個地方 老師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打中文 語言就選中文 要講英文 請你打英文 它不是 Google翻譯 不會你打得超級馬力 按日文 就會有 日文超級馬力 這個是我們常常遇到的一個 就是大家容易誤會的地方 所以呢 你透過這樣 那它就跟 開發板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呢 你透過這邊的語音朗讀 語音的辨識 它都是跟電腦有關係的 超級馬力 有沒有 它是從那邊出來 從我們的喇叭出來 而不是從你的 開發板上面這個 地方出來 因為呢 我們一般的功名器 它只能有什麼 就是那個單音的 它沒辦法像我們這樣 唱歌啦 或者是 歌曲這樣去做播放 這個是 兩個 您需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 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就是語音朗讀 咦 這裡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叫做 英文朗讀機 好 那這邊呢 老師可以看一下 我們 這裡有一個功能 你看喔 就是如果您希望跟我們的網頁互動區 是有一個 互動 就是我可以輸入文字的 那在 偵測這個地方 在偵測的這個位置 它會有一個叫做在對話方 輸入文字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JavaSuite有那個Alert 就是跳出那個訊息的 那個對話方塊 所以 您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我可以在綠色怪咒上 他說請輸入對不對 然後就 會跳一個對話方塊 那你輸入了之後 我就可以把 輸入的文字顯示出來 也可以把它唸出來 就可以像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來試看看 一樣 找到右手邊這個 我就 點開 點開 好 點開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放大一點 像這樣子 我們實際執行看看老師就知道那個什麼意思 你看這裡的偵測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在對話方塊輸入文字 那我們先試一下 好 執行 有沒有注意到下面這裡 下面這邊 好 那 如果呢 老師希望 他可以全螢幕 因為我現在在右下角比較小 我們剛剛不是講怪獸那邊可以全螢幕嗎 所以你們看一下這裡 怪獸控制 好 往下走 往下走 有一個全螢幕 我們順便利用這個機會 試一下 我先讓他是全螢幕的 OK 再執行一次囉 有沒有變全螢幕的 對不對 整個區域都有了 那我在這裡 就可以輸入 好 比如說我們School 好 打個勾送出去 School 他是不是就念出來了 我現在這邊比較小聲一點 我已經有聽到希拉老師的 對不對 好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樣子 他就可以聽到聲音 好 那這塊的互動其實跟 我們以前就比較有一點點不一樣 對 老師放到最大之後要 右上角這裡也會縮小 在這邊 在這裡 有沒有 那邊也會縮小 所以 你要自己再把它縮小回來 把它縮小回來 OK OK 那 一樣的 如果你想 透過鍵盤 直接怎樣 演奏也是可以 像在這裡 他一樣可以偵測到我們的 按鍵 按下哪一個音 所以這個部分呢 您就變成 自己現場演奏的意思 現場演奏的意思 所以 您可以自己試看看 在這個地方 好 但是如果你要做這種功能 記得 就是那個 持續的時間 不要太長 不然你按下去那個按鍵會 比如說你只用一分音符 就是全音符 那個時間就持續很久 所以我通常都用比較短 四分之一或八分音符 它就短短的 燈燈燈燈就馬上出來了 好 所以在這邊 哇 好 好在這裡 我就 直接執行 好那我搭配我的那個 LED的屏幕 所以當你按下去了之後 我會把它顯示在這個上面 你看我按下去 現在是透過USB 所以我的顯示在這裡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是 我應該翻過來 這樣 DO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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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發 有沒有我還把它做顏色的變化 這樣是不是也OK 好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當然它會發出睡眠 好那我如果 在這裡 透過模擬器 這樣大家要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呢 這樣子 老師就可以 比較認識一下 當然如果同學想要做更多音樂的創作 我就會帶他去找一些音樂的資源 反正那個樂譜的資源現在很多 所以網路上就可以找到很多的音樂 他有興趣就可以慢慢的加進去 只是我覺得就像我剛剛講的 缺點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預先打好的 哇那個曲子 我們的程式碼看起來就很差 那我這邊跟老師分享一下 我們Blockery這個呢 如果老師的積木 你現在這麼長 你要把它保留下來要抓螢幕的畫面要怎麼抓 這個 已經超過一個螢幕可以顯示的範圍 老師會怎麼做 抓兩次 再合併起來 不要那麼麻煩 Blockery 你按右鍵 在空白地方按右鍵 有沒有直接下載 這招老師要會喔 因為老師有時候在做講義的時候這樣比較方便 而且 這個下載下來的是 PMG的透明圖 也就是我們現在上面是有看到一點一點的 這個他不會抓進去 你抓下來之後就是沒有積木的地方就是完全透明的 不管你的程式碼是多還是少 他就抓下來就是一整張 就整個一起抓下來 那這個對老師在做講義上很好用 你可以進去之後再裁切嘛 對不對 至少我不用分開抓 因為你分開抓有時候那個 還會抓重複 還要在組合的麻煩 你只要在空白的地方按右鍵就好 空白的地方按右鍵就有一個叫下載圖片 這個下載圖片 如果你是用這個 這個的話 按右鍵也有 有沒有注意到 軟體端的 按右鍵也有 只要在空白的地方 就可以了 這個是blocklit 這不是Webduno的特色 是Googleblocklit本來就有這個功能 檔名喔 下載應該沒有吧 你可以自己選 對對對 只是他下載下來是PNG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透明的 他帶有那個透明度 那這樣老師如果說你可能 簡化有不同的背景的時候 其實是相對 比較方便 你就不用說 我自己抓進去 結果怎麼好像四四方塊一塊站很醜 OK 針對 我們那個聲音的部分 老師這樣OK嗎 可以的 よ 舌人 趁